在最新动画中 为何浩天宗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波动呢 这场爆炸的威力几乎接近神级 还真让这位浩天宗长老猜对了 确实是几只超级凶兽 十大凶兽排名第三 七十万年冰天雪女雪地 十大凶兽排名第七兵地地防歇兵地 还有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只能够活过百万年不死的天梦冰残 这场波动起源于雪地被封印的雪丹被隐难了 如果雪地的雪丹在雨昊精神之海内爆炸 那么雨昊和雨昊精神之海里的人和兽都将一同灰飞烟灭 为了遏制这场波动 大名二名雪女兵地天梦一老雨昊共同应对危机 兵地为了帮助雪地克制住封印中庞大的烈压 燃烧了自己本源 使得雪丹膨胀的速度慢了几分 天梦哥退去了所剩下七的蓝色光环 这七的蓝色光环里的能量 每一个都相当于一枚十万年红环 七的蓝色光环渐渐汇聚成了一柄法杖的形态 法杖落入一老的手 雨昊放开了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让一老掌控 伊莱克斯则掌控了霍雨昊的身体 集合众人之力试图解决危机 雪地按照伊莱克斯的计划 将雪丹从霍雨昊体内里出血 以避免爆炸的发生 伊莱克斯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 就是帮助雪地重新与雪丹融合 虽然这个过程充满风险 但这是唯一能够解决危机的办法 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 伊莱克斯向昊天宗的大宗主和二宗主寻求帮助 两位宗主感受到伊莱克斯的光明气息和真诚 决定出手相助 他们联手压制雪丹的爆炸力 伊莱克斯则用金色符纹稳定雪丹的能量 并将其送入霍雨昊的命运之眼中 最终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 危机得以解除 然而 伊莱克斯却牺牲了自己的神石碎片